有時不會是因為你覺得這位女生很棒 才想去療療,你不會 你純粹想提醒自己的自信心 提醒自己的不喜歡 難聽說給我吃,我不會吃 但我喜歡療療 反而這些是蒙心插柳 你叫做心態好 就是心態好 你太喜歡的心態不好 你太喜歡的心態不好 男人是否會分得很清楚 女朋友、老婆 年輕時選女朋友的方向就是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 這個肯定的 出街要威風 最好 現在年紀大了都要選 可否一起過日子 有沒有話題可以聊得到 生活話題或工作話題 你不要說什麼都跟你聊得不對 都頂嘴 你怎樣生活 樣子反而又不是放在最前面 因為要吃什麼都吃過了 因為你有經歷 你會覺得美麗那邊更害怕 你找個美麗不難 你給點力就可以了 根本不是什麼難度 你要找個美麗的 但你找個美麗之後 你又有很多問題會出現 尤其是我們的工作 經常都要到處走 你很容易出現 那邊的男人 那天看到一個段子 男女之間距離比較遠 因為經常出差等於距離遠 結果就像一塊樹葉一樣 樹葉是兩個結果 一會吐了 一會吐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說玩夠了 見識過的選擇 我就衝動 肯定是帶點衝動 你說分不分得到 其實我覺得在心底裡是分得到的 無論男的還是女的 看現在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們知道 跟這個拍拖 是玩的 玩的 跟那個拍拖 這個可能認真的 整個狀態都不同 玩的那個 整個狀態又不同 好像變了兩個人 是的 我的看法就是 那些美麗的女生 你都是有變醜的人 所以你不要拿著一點 你一定要去看看 和你的生活裡面 會不會 和你一起呢 是會過的 很多男人其實傷了 之後 不一定走出來 要不就變成一個渣男 一個男人 經過了那段感情的 失敗之後 他不停地否定自己 我當時可能那句話不說也好 當時那件事我不做也好 當時我應該是送個禮物給他 當時我可能是不敢的 說到最後好像是 我真的好像配不起他 就是我見到我身邊的例子 找回女朋友 他都想要回以前 那種女朋友的感覺 然後自己對他不停地好 去彌補回 去認可自己的念 我已經成長了 是成長了 我這樣做 你是不是不會離開我呢 你找回一個 和你以前不適合的那種感覺 的女朋友 其實是很難的 關鍵是他自己 還在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 這件事